那下面呢我们接着来看远程登录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还需要上传和下载文件 也就是刚才老师画的这个图 就说你这个X25呢好事好 但是呢他只能去发指令给这个零零可视 让他比如说重启啊建文件呢 配置软件呢优化呀配置环境变量啊什么的 但是有时候呢我们需要把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把一个文件 比如我这个老师电脑上的一个文件 上传到零零可视 打个比方我要装MySQL了 我要装MySQL这个上面没有MySQL软件 怎么办呢我需要把我这个电脑的MySQL软件 上传到这个地方去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安装另外一款软件 叫XFTB5 这个就是文件上传下载的软件 明白这意思吧 OK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笔记 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笔记 没问题吧好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换单面打开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远程远程这个比较登录了啊远程上传 这样写吧上传下载下载文件对吧 叫XFTB5 好我们把这个把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放在笔记中去做一个整体 好列到这里来啊 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是相当于说我们是我们的标题2 对吧标题2 好还是对这个还是对这个XFTB5 这个软件呢我们做一个介绍 我们对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这个介绍呢我在换证片里面有了我们看一下 这款软件它是基于Windows平台的这个功能非常强大 它用的什么呢 是XFTB这个协议 或者是XFTB都支持 使用了他这个XFTB过后呢 Windows用户能够安全的在Unix或者Linux的这个和这两个系统和Windows之间传输我们的文件 传输我们的文件 它的这个图标就是这么绿色的一个文件夹啊 好 我把它放在这啊 把它放在这儿 好然后呢这个有个小图标 有个小图标我们把它放在这里来 哎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来 好的 这个是一步 下一步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安装了啊 也没什么可说的 直接就是安装 配置 和使用 来 FTP软件的安装 配置 和使用 我们就放在一起了 好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了啊 这个也比较简单 来 列一个 这样的标题 哦 标题三吧 啊 好 那 第一个呢就是安装这一块 我们就看老师的演示了啊 安装 就看 安装 就看老师的演示啊 先是安装吧 这样是安装 一步一步来 安装 这个 看老师的演示即可 好 我们来演示一把 好 首先呢 首先找到我们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在老师的这个文件夹 下面有个远程反应工具 里面有个手选 对吧 好 双击它 双击 没问题吧 双击 好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安装 这个FTP5了 这个看 这个软件也非常漂亮啊 速度也很好 也很稳定 好 那么稍等一下 下一步 免费吧 咱们用这个啊 用这个就行了 好 接受 必须接受 不接受 不往下走 同样 这款软件呢 我们也把它放在 统一放在这个地盘下面去 这样好管理 地盘下面 咱们有个program 对吧 program 然后呢 我重新取个文件夹 叫叫 myftp5 好吧 xftp5 下一步 再下一步 如果你没文件夹的话 它会自动给你创建 下一步 还是我们的中文简体 好 要稍微的等待一会儿 稍微等待一会儿 好的 同学们 你看 现在呢 到这个界面 就说明我们安装成功了 完成 好 完成过后呢 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就开始启动 看这里 对吗 看这个桌面啊 这边就是我们windows的桌面 看没有 windows这个桌面 那现在呢 我们来简单的用一把 当你看到这个页面 就说你安装成功了 对吧 就安装成功了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简单的一个配置和使用吧 X FTP 5的一个配置和使用 给同学们说一下 好 我们标题3 那就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首先点这里 看这里啊 这个地方到时候我就不截图了 不截图了 因为很简单 这个不是 不像刚才我们装虚拟机和装那个伸透OS 很复杂 这个很简单 点这个文件夹打开 好打开 这是我以前的 这以前我们先暂时就不要 删了就完了 好吧 这以前它检测到了 然后新建一个 新建 同学们想一想 是不是根据刚才老师画的这个原理图 因为这个原理图多重要 是不是你还是把这个IP给我填进去啊 是这意思吧 把这个IP给我填进去 说 填这个IP 当然其实这个名称可以不用IP 我只说用IP就是 就省事 你也可以这样说 老师 这个地方是必须填IP的 这个填个名称 比如说 我的 我的 测试机器 测试 测试那个零零客室 对吧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这儿必须填IP例子 但是还有一点 这个协议不能用FFTB啊 FFTB它的端口是21号端口 21号端口你在这边有吗 各位朋友 你在这边有21号端口吗 没有开启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你得选一下叫SFTP SFTP 这是22号端口 这一定要把它改 改完啊 再说一遍 这一定要改 用户给我写上 root 好 这个配置呢 因为比较重要 我把它给结下 来 好 这里面有几个地方 简单说一下 这个名称 随意 这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IP例子 明白这一把 就是IP例子 这不能写错了 就是远程的 远程的 Linux的什么呀 IP IP地址 还有一点呢 这个适用的协议 这个协议一定 再次强调 一定要有SFTP 它才是22号端口 如果你用默认的FTP 21号端口 你会发现根本连不上 为什么连不上 原因就是刚才老师说的 21号端口 人家在Linux里面 根本就没有为你服务 没有服务 你怎么能连得上呢 好 我把这个呢 也给同学们连帖 复制到这里 这个是个配置 很重要啊 好 配置完了过 下一步就比较简单了 下个就比较简单了 确定 确定过后 OK 连接 这时呢 你看 我的测试 零零可是 连到这边 就是零零可是 接收并保存 同样 输入密码就可以了 刚才用户 我们已经填好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只需要 谈一个密码 稍等片刻 这时呢 它连接一会儿 它会 看到密码出来了 输入 路特密码 点 确定 OK 好 同学们看到 我们现在连到哪里去了 现在我们连到 远程的零零可是那边的 路特目录 也就是说 你现在在默认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 你用哪个用户登录 最近这句话 你用哪个用户登录 就会自动的切换到 零零可是 对应的那个用户的 加募录 我刚才是 Root用户 对不对 所以说 你看 现在 我就来到 路特目 那有些东西老师 为什么就是乱码呢 各位同学 乱码不要紧 乱码不要紧 稍微的点改一下 就立马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来说一下 这已经成功了 我再说一下 这个乱码怎么解决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使用过后 当我们连接 连接成功后 后 成功 成功 连接成功的界面 是这样子的 连接到 到 零零可是的界面 如下 只要你看到这个界面 那就恭喜你了 那就成功了 那就成功了 你只要看到这个界面 那就说明成功了 注意 这边是Windows 这边是Linux 能理解吧 这边是我们的Windows 这边是我们的Linux 好 虽然有乱码 但是不着急 一会儿就解决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把它放在这儿 下面呢 就要说一下 怎么解决这个乱码的问题了 如何 如何解决 如何解决什么呢 这个 X FTP5 中文乱码 中文乱码的问题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给你们演示一下 一下就知道了 好 这样子的 各位朋友 因为他默认是TBK 说你点这个小尺轮 看没有小尺轮 点一下 不是这个小尺轮 是这个小尺轮 点错了 里面有个选项 这选项里面 把这个构选上 完事 就这么一下子 一点确定 乱码已经没有了 刷新 出来 是吧 哦了吧 再给他点一下 怎么出来的 点这个小尺轮 点这儿 我把这个 给同学们截一下 怎么来的 同学们看一下 第一步点这个小尺轮 第二步选这个 第三步 怎么样 把这个给我勾上 把这个给我勾上 哦了 这个不行 这个太细了 哦 把这个勾上 就行了 用完了过后呢 注意点确定啊 点确定 然后再刷新 点确定过后 再刷新 哎 点确定 点击 点击确定 后刷新一下即可 刷新 刷新即可 就可以 就可以解决什么 中文的乱码 好 这样就很爽了 这样很爽 你看 对吧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传一个文件过去吧 传一个文件 传一个什么文件呢 什么文件都行 传个电影也可以 我就 传一个图片吧 传一个图片 好吧 传一个图片 传一个图片给他 哎 我传一个图片 比如说 这里面我传一个小企鹅给他 看没有 我把这个地方 企鹅 站到这儿 在桌面上 是不是有个图片了呀 好 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边有个小企鹅 来 穿梳 啪 到这儿来了 那到这儿来过后 同学们可以想象 想象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远程的这个零零上面 应该有这个图片了 有吗 打开看一下 有没有 我们打开看一下 OK 打开计算机文件系统 哪个目录 root目录 试一试吧 试一试吧 点击 看有没有小图片啊 我们看到 真的有个小图片 哦 这就成功了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说老师 我能不能把这边的文件又下载过来 当然没问题 比如说你这 你这桌面有些 有个图片 但他这没图片 点上一集 上一集上去就行 说错了 这是个目录数了 好 我就下载这两个 这三个文件吧 点一下下载 点传输 他这没有这个 直接传输 来了没有 在这边来了没有 刷新 看 三个文件到我这来了 在我的桌面上有没有 有没有 有吧 好 这个文件上载 下载 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这是给同学们说的这个使用 那么这 演示细节中文乱码 我都给同学们讨论了 最后一个 要求同学们来做一个练习了 对吧 既然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你自己是不是应该练习一下 来做一个小练习 什么练习呢 来看一下 就是xftp和xr的使用 这个是一个练习题 我把它放在笔记中去 对吧 把它放在笔记中去 好 这是我们来个标题二吧 标题二 那要求同学们要完成的事情呢 也非常的简单 就做这么一件事情 通过ftp5 可以连接到林林克斯 并传输一个文件 通过xr可以连接到林林克斯 并重新启动一下林林克斯 那么这个指令 刚才我用过 用这个reboot就可以了 好 这个呢 给大家一点时间来练习 十分钟左右吧 十分钟左右 同学们可以快速的练习一把